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第四阶段进阶实验的讲解 在我们进阶实验的前两课 也就是我们的第九课和第十课 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物联网开发中 我们这个物联网终端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这个物联网的感觉器官 我们的传感器 给大家讲了两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传感细节 就是我们这个温湿度传感器DHT11 以及我们这个光线传感器 我们光线传感器中的光明二极管 并且呢通过这两个传感器实验呢 我们学会了单种线接口的编程 以及我们这个ADC接口的编程 然后我们还了解了我们这个传感器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理论基础 好 今天我们这个第十一课呢 就将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物联网终端开发中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我们如何去降低我们这个MCU的功耗 以及我们如何在我们这个低功耗模式下 同时还可以记录我们这个实时时时中 也就是我们这个RTC RTC实验 首先按照惯例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实验的理论基础 好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实验需求 以及我们这个实验目的 我们这个实验需求呢 实际上就有以下三个需求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实现我们这个设置和读取我们RTC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 这个第二点呢给大家讲了 我们具体的一个流程啊 就是我们首先启动以后呢 会去判断是否是15年 如果是呢 我们会去 如果不是呢 我们会设置一次RTC的值 并且呢反复的一个读取 当读到秒为59秒的时候呢 我们就让我们这个MCU进入我们的待机状态 并且呢通过KeyUp这个按键呢 可以唤醒我们的这个系统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实验目的啊 实际上呢我们实验目的呢 总共有以下7点 有以下7点 我们主要呢 重点呢就是要学会通过我们这个 使用我们这个CM SIS酷含数 来实现我们这个MCU的一个待机以及唤醒 然后呢还要学会通过我们这个酷含数呢 实现我们这个RTC的一个设置和读取 其他呢是一些了解的一些内容啊 主要是要了解我们MCU低功耗模式的一个意义 并且呢要了解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芯片 MCU里面呢 其中比较常见的一些低功耗模式 还有了解我们RTC的一些功能和原理 以及我们如何操作这个RTC 最后呢要在我们开发板上实现我们这个待机 幻醒以及RTC操作的具体的一个实现 好下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 嵌入式开发必知会的第八个小课啊 就是我们这个MCU低功耗模式的一个意义 好 大家知道我们做的这个物联网的这个终端的开发呢 实际上呢很多的这个终端呢 它是通过这个电池来供电的 它一般比如说我们一些穿戴式的一些设备 因为我们我们是不可能让它随时去接这个外电的啊 所以说呢我们一般会对它进行一个电池供电 但是我们这些物联网的设备呢 实际上还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体积比较小 体积小 因为这个体积小呢就导致了我们这个电池啊 我们这个电池的电量就不会很大 因此呢这个电量小啊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电池的电量比较小 好 因此呢 我们做这个物联网设备中断 物联网中断这个开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如何有效的 利用这个电池 让这个电池的工作时间尽量长 工作时间长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这个充电的一个频率 比如说大家想一下 我有一个只能用半天的一个智能手表 还有一个可以用一个月的智能手表 但是用半天的智能量功能可能要多一点 一个月的功能呢可能少一点 这个时候呢 可能大多数人还是宁愿去使用我们这个 可以用一个月的才充一次电的这个智能手表啊 因为这样子呢就不会那么麻烦 好 因此呢 为了延长这个工作时间呢 我们最终 就是要降低我们这个功耗 好 降低我们这个功耗 然后降低功耗 我们最主要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呢 实际上呢 就是让我们这个MCU 降低我们这个MCU的一个功耗 那么就是让 降低我们MCU的最主要的一个办法呢 就是让它进入一个低功耗的一个模式 好 低功耗的一个模式 这个在什么时候进入这个模式呢 也就是在我们 假设我们在不使用我们这个设备的时候啊 设备过一段时间检测到没有人去用它了 那么它就会智能的进入一个低功耗的模式 然后在我们 比如说通过按键或者通过其他一些操作 把它唤醒以后呢 它又重新进入一个工作状态 好 然后这样子 不停的做一个循环 在我们不用它的时候呢 它进入一个低功耗模式 这样呢就可以比较有效的 去降低我们的功耗 因此呢 我们这个低功耗模式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呢 就是降低我们这个功耗 这个在我们降低功耗这个事情呢 在我们这个智能设备里面 是智能物联网的这个智能设备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还有些其他降低功耗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 比较一个常见的办法 就是降低我们这个频率 降低主频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设备呢 它运行的程序 或者要做的工作 不是特别多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降低它的一个频率 让它不用跑那么快 让它慢慢跑 这样子呢 也可以降低它的一个功耗 还有呢 就是 对外设 降低外设的一些功耗 通过降低外设的一些功耗呢 降低外设的功耗 也可以有效的去降低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功耗 而我们如何来降低外设功耗呢 第一个呢 就是关闭我们这个外设 通过关闭我们这个外设 我们直接 它这个功耗就几乎为零 还有一个办法呢 它就是降低我们这个外设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频率 就让它不要 比如说对我们某些传感器的一些读取或者采样的 就不要那么频繁的去读取 降低它一个工作频率 比如说像还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比如像我们这个液晶屏啊 假设我们上面带了一个液晶屏 那么我们就可以降低它的背光的亮度 通过降低背光的亮度 也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这个功耗 好下面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我们降低这个功耗的一个其他方法 有两个口诀啊 我总结两个口诀 好一个就是呢 不快就慢 不快就慢 我们把它叫做不快就慢 好什么叫不快就慢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系统啊 它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终端 我们运行不需要那么快的频率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频率降下来 让它慢下来 好这样子呢 就可以有效的降低功耗 还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不用就关 不用就关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一些外设 我们不使用它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关掉 我们要关哪 哪方面呢 一个要关我们的这个时钟 关对这个外设的一个时钟 然后还要关我们这个对外设的一个供电 供电 好我们把它的时钟和供电全部关掉 不用就关 这样子呢 也可以在不影响我们这个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 节省我们的个功耗 降低我们的功耗 好 这个MCU低功耗的模式的E呢 以及其他降低功耗的方法 就给大家讲到这 下面呢 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签入式开发必识会的第九个小课 我们这个RTC的功能以及工作原理 首先呢 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什么是RTC啊 实际上从这个字面意识来讲呢 我们这个RTC呢 就是RealTime Clock 也就是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实时时钟 实时时钟 好 那么这个实时钟有什么功功能呢 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字面意思可以看出来 它有两个功能 首先我们最明显的就是它是一个实中 实中呢 那就是一个技术器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技术器 还有一个特点呢 它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时钟 这个实时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系统断电啊 或者进入其他低功耗模式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实时时钟还在运行 所以说呢 它这个所记的这个时间呢 它不会丢失 它会一直记时 所以说这个时间呢 就比较实时 所以说呢 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实中 一个是一个实时的一个计时 好 它的这个工作原理 是什么样子的呢 下面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它这个一个工作原理啊 首先我们说我们这个RTC 它是一个技术器 那么它就有一个 金正 有一个金正 这个金正呢 可以是我们这个MCU内部的 也可以是外部金正 这个金正呢 它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产生一些周期性的脉冲信号 周期性的脉冲信号 每当有一个信号到来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RTC的技术器啊 就会加1 好 我们这个Counter 我们这个技术器呢 就会加1 通过这个方式呢 就可以完成我们这个基石 这个是一个常见的这个 技术器都有的一个功能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呢 它有一个电池 它单独有一个 专门有一个电池 我们这个电池呢 一般是一个扭扣电池啊 这个电池呢 在系统关电的时候呢 它不会掉电 它仍然会对我们这个RTC呢 进行一个供电 因此呢 在断电的情况下 或者是一些低功耗的情况下 我们某些电源被关掉了 并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RTC 它仍然会在持续的进行一个计时 就是通过这个扭扣电池 它仍然在工作 进行一些计时 然后在我们RTC内部呢 它还有一些寄存器 它会把这个当前的这个实时的这个时间 存放在这个寄存器里面 然后每次我们比如说我们的MCU 重新上电了呢 我们又可以通过 我们这个MCU 可以到这些寄存器里面 把这个RTC这个G的时间所读出来 还可以读取它的这个时间 好 它大概的一个工作原理呢 就是这样子 通过这个金正和电池的配合呢 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计时 好 下面呢 就给大家讲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STM32F407里面 击中低功耗模式 好 这个要看我们这个低功耗模式呢 那么就要看我们的这个数据手册 好 我们 需要看我们的第五张电源控制器的 好 大家看5.3小节低功耗模式 这个小节 好 这个小节呢 一开始就给大家讲了 我们这个 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MCU 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低功耗模式 以节省功耗 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节省功耗 并且呢 这个三种模式呢 就包含了睡眠模式 停止模式和待机模式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三种模式 它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啊 对我们这个时钟和电源域这个状的要求呢 也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 然后又给大家讲了 我们通过一下两种方式来降低我们这个运行模式的功耗 这个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过的 一个是不快就慢 大家看降低行动时钟速度 第二个呢 就是不用就关 大家看啊 不使用这些外设的时候呢 就把这些外设的时钟关掉 还要把这些外设的电源关掉 好大家记住这两个原则 然后这个表18呢 就讲了我们这个几种模式的一个汇总 大家看一下 就讲了我们如何进入这个模式 以及如何在把从这个模式中进行一个唤醒 这个呢 对我们的编程来讲呢 都是很有意义的啊 就是进入这个模式和从模式中唤醒 我们就要比如说睡眠模式 就要调用这个WFI 什么叫WFI呢 就是Write for Interrupt 就是等待这个中断的一个到来 等待这个中断结束以后呢 就会进入这个睡眠状态 如果是这个退出式睡眠的话 如果是调用这个WFI呢 那么就是等待事件结束 它就会进入睡眠状态 这个呢 就是通过一些PTDS和PDS位 以及Sleep Deep Sleep这个位啊 也可以进入停止状态 这个呢 下来呢大家看一下 然后对照我们这个CMSIS酷寒数呢 然后比对着我们这个进入唤醒的这个流程 来看一下啊 我们具体如何对它进行一个编程 这里面就给大家讲了 对这个1.2伏域和这个VDD域的一个影响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三种模式 哪种模式的功耗是最低的 啊 通过这三个对这三个域的一个影响啊 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呢 这个 很明显啊 这个待机模式呢 它的功耗是最低的 大家看 因为所有首先它1.2伏域全部关完 HSI和这两个整囊器也关完 并且这个调压器也全部关完 啊 它全都都关完了 所以说呢 这个待机模式它的功耗是最低的 停止模式呢 大家看这两个关完了 但是这个啊 调压器呢 它有可能还是开着的 而睡眠模式呢 它这个功耗呢 啊 是最大的 因为这个呢 1.2伏域呢 只是部分关完 VDD没有关 调压器仍然开启 好 然后呢 这个5.3.1啊 它这个讲的跟这个低功耗模式 关系不大 它这个主要讲了 我们如何来降低系统的始终的一个速度 好 这个呢 给大家讲了两点啊 一个在运行模式下 通过对这个预分屏器的编程可以降低速度 好 在进入这个睡眠模式前呢 也可以降低这些预分屏器的速度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三种模式啊 这个外设时钟门控呢 就是讲了我们如何去关闭我们这个外设的一些时钟 大家下来这后面的这个编程中呢 如果想更好的降低这个功耗呢 也可以看一下5.3.2这个小节 好 这个5.3.3 5.3.4和5.3.5呢 就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三种模式啊 如何 主要就是讲了如何进入这三种模式 以及如何退出 这三种模式啊 这个呢 我就不给大家进行一个一的一个讲解啊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这个待机模式 前面睡眠模式和停止模式呢 就希望大家下来好好看一下 然后呢 在后续呢 好 在我们这个客户作业呢 希望大家能够实现睡眠模式 以及这个停止模式 并且呢要实现它的一个唤醒 我们这个实验呢 主要是讲解这个待机模式啊 因为我们这个待机模式 它的功耗呢 是最低的 这写了 待机模式下 可达到最低的一个功耗 好 然后后面就讲了我们这个待机模式的一些状态 然后如何进入这个待机模式呢 大家看啊 好 请参考我们这个表23 好 我们就讲了进入和退出待机模式 就有以下1234 四个步骤 好 这四个步骤 这四个步骤呢 我们一会儿 我们在我们的下个小节 给大家讲 这个具体的编程的时候呢 就将对应这四个步骤 给大家一一的进行一个讲解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来了解一下 然后退出这个模式呢 好 大家看 wakeup引脚的上升言 实际上wakeup引脚呢 我们给大家先看一下 先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有一个印象 实际上wakeup引脚呢 就是我们的pa0 pa0wakeup就是这个角 pa0这个角 对应到我们这个开发板上呢 就是我们的keyup这个键 好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代机模式的一个讲解 好 然后这个进入代机模式呢 这个我们表23呢 就给大家讲了 我们如何进入代机模式啊 然后呢 那这个时候呢 在又讲了在代机模式下呢 可以 还可以 进行以下的一些编程 对以下的比如说对这个开门稿 RTC 以及内部的一个整装器和外部整装器 还是可以进行一个配置 然后呢 讲了我们如何退出这个代机模式啊 实际上呢 有几个方法 一个是 reset 也就是外部复位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看门狗复位 以及我们这个wakeup这个引脚的上升炎 我们这个实验中呢 就要使用这个wakeup引脚的上升炎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RTC 要使用这个RTC 闹钟 入侵实验以及时间戳的这几个功能呢 都可以 退出我们这个代机模式 然后 还给大家讲了 我们这个从代机模式换行以后呢 实际上所有的寄存器啊 除了我们这个电源控制这个寄存器外 所有的寄存器都被复位了 这个大家特别注意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你从代机模式退出 你会发现 有些状态呢 可能会发生改变啊 所以说这一点特别要注意 好然后这个从代机模式换行以后呢 大家看这个程序叫上复位以后的这个方式重新执行 而不是从这个程序 进入代机模式之前的那个状态开始运行 好这一点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啊 要跟这个换 这个睡眠唤醒的这个状态呢 大家要区分一下 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讲了我们这个代机模式下的IO的一些状态 好 好 然后呢就是对这个RTC 复用功能 好 我们就是这个是讲了我们如何通过我们这个实时时钟呢 从对着这个实时钟进行编程 从这个停止模式和代机模式 唤醒 好 这个呢如果大家要比如说要使用实时时钟的闹钟 或者是一个唤醒功能呢 它有唤醒的一个功能呢 那么就要把这一个章节好好看一下 实际上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啊 比如说我们让系统睡眠以后呢 我们想它定时的进行一个唤醒 那么当然就要这个用这个RTC的一个复用功能 啊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希望大家下一代能够好好的看一下 好 5.4呢就讲了我们这个电源控制的一些寄存器 好 这里面呢就不给大家多讲 好 我们就给大家大概的通过我们这个datasheet datasheet 我们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常见的几个低光模式 然后重点给大家讲我们的代机模式啊 因为在我们后续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小节的实验中呢 我们就要使用这个代机模式 好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stm32f407里面的我们这个RTC的一些特性 同样的还是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数据手册啊 RTC我们找一下我们RTC呢实际上 就在我们的二十三二十三张实时中这个这个章节 好 这个前面呢就给大家讲我们这个RTC呢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计数器或者说是一个定时器 然后呢还包含了一些寄存器大家看啊 包含了一些寄存器 它这个寄存器呢就包含了我们年月日十分秒 还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寄存器 还有一点特别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个商店复位以后呢 我们这RTC的寄存器呢都是受到保护的 因此我们没法直接访问 好我们要通过我们去访问它的一些这个备份寄存器 或者呢先要对它进行一个解锁 才能对我们这个RTC的寄存器呢进行一个访问 好 然后呢就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RTC的一个主要的一些特性啊 这个下来呢大家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RTC的一些特性 对有些名词不是很 假设这个精度为5PPM呢不是很清楚呢 请大家呢自己百度一下自己查一下 这就是一些概念 好然后这个呢就是RTC的一个框图 好我们可以框大大概来看一下 好大家看啊 这个RTC呢实际上就是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我们这个RTC的时候呢 讲了我们这个金正 大家看啊 有它可以用以下几个 室中 作为它的一个室中啊 以下几个 这是一个32.768赫兹的一个金正 好这是我们的高频的一个RTC的一个金正 最高可以到4赫兹 好它内部呢实际上就是一些分频器和一些计数器 还有一些寄存器 好大家看 好这个呢有兴趣同学 那么大家再下来自己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呢主要是要看一下我们这个 23.3呢是RTC的一些功能说明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具体在编程的过程中 要用到它的一些功能呢 我们再来具体看它的这些功能说明 这里面呢就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一个介绍啊 让大家看这个功能实际上是很多的 对吧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 因此呢我们要用到某一个功能的时候呢 我们再具体再来看啊 我们要根据我们这个编程的需求来看 这样子的音响就会更加深刻 比如说我们要对RTC促使的话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的23.3.5这个RTC的一个初始化和配置 好 这个呢就希望大家下来记忆来看一下 我刚才给大家讲了 我们RTC的寄存器呢是写保护的 那么如何要解锁这个RTC的寄存器呢 好这就给大家讲解锁的方法 首先是写0XA到这个RTC WPR 然后写0X35到RTCWPR这个寄存器 好写 写了以后呢 如果正确的话呢 就会我们就可以访问RTC这个寄存器了 然后呢下面就给讲了这个日历的一个初始化和配置啊 这个呢就希望这个大家下来呢 就根据我们这个代码来对应到我们这个流程来看 好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我们这个RTC 23.4 这个RTC和低控号模式啊 这个呢就给大家讲了在不同的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三个低控号模式 睡眠停止和待机 三个低控号模式下呢 对这个RTC的一个影响啊 好这个呢 比如说睡眠的时候对RTC是没有影响的 并且RTC中断呢就可以使期间推出睡眠模式 然后停止的时候呢 就要看我们这个RTC的使用源了 如果是LSE或者是LSI呢 我们RTC呢就会保持保持一个工作状态 好 并且呢通过RTC的这些中断呢 会让这个期间推出停止模式 好 待机模式呢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好 就是看我们这个时钟 如果使用LSE呢或者LSI呢 仍然会保持工作状态 同样的这些中断呢 会让它推出待机模式 好 然后呢23.5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RTC中断 我们这个RTC中断呢 实际上主要是用在几个方面 最主要的就是进行一个唤醒 周期性的一个唤醒 我们就用了RTC中断 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闹钟功能 通过它的闹钟功能呢 我们可以实现一些定期的一些报警啊 或者闹钟也可以实现它的一个定期的一个 定期的一个唤醒 然后这里面就具体讲了 我们如果要使用我们的 比如说要使用这个RTC的唤醒中断呢 就要如何按什么流程来进行这个操作啊 这个是希望下来呢 对应到我们这个酷函数的代码呢 来进行一个查看 好 然后23.6呢就是讲了我们的RTC的寄存器 同样的就希望大家呢 能够对应到我们这个程序啊 这个代码呢 看再来再来查看我们对这个寄存器的一个读写 首先是要搞清楚我们的如何解锁 这个这些寄存器 然后呢如何访问这些寄存器 并且这些寄存器这些位的意义 大家都要搞清楚啊 这个就对应了我们的代码来看 好 这个RTC的这个 它的数据手册呢 我们就给大家看到这儿 好 然后我们这个实验的理论基础呢 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 下一节课呢就要讲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代机唤醒实验代码的一个分析及实现 好 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呢就先到这儿 谢谢大家